我們來討論,就是說一般的正選函數都可以選擇那種形式 其中A、B、C、D都是常數 為了方便討論,我們都假設A、B、C、D都是正數 那現在的話,這個的話,的圖形我可以經由什麼呢? 經由這個標準函數的話 先說說再平以後,得到我們要的這個函數 那怎麼看呢?我們看了這個 這個我把這個D拿過來,把A除過來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A分之一 那Y,減D 那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這個Sine 這個是B抽出來 那X,減掉多少?加上 這個是B分之C 那這個函數圖形,是什麼樣的圖形呢? 是什麼? 是這個Sine Y等於SineX Y等於SineX這個圖形 然後呢,Y方向經過A等的伸縮 Y方向經過A倍的伸縮 然後X方向經過B分之1倍的伸縮 X方向經過B分之1倍的伸縮 然後平移呢? 平移的話,這個Y方向的話 它是什麼呢? 它是往上移動多少呢? 低距離 如果D是正的話 然後X方向的話 它是往左 往左的話 移動多少呢? 往左的話 移動多少呢? 移動那個B分之C B分之C的距離 如果是減的話就往右 那加的話就往左 所以的話 就是說 這樣一般的這個 一般的這個 正顯函數的話 我可以經由這個圖形的話 然後先縮再平 先伸縮再平以後 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函數 好,那我們來畫畫看 這個的話 標準函數圖 是這樣子 我們左右各畫一個走起來 這裡 負π 二π 這是 負二π 這是π 二π 那先伸縮 Y方向的話 伸縮A倍 所以這裡的話 就變成A 這裡的話是負A 然後 x方向的話 伸縮B分之一倍 然後就把它處理B 這B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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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B分之二π B分之負二π 然後它再呢 往上移動多少呢? 移動低距離 往上移動低距離 相當於圖形 圖形 往上移動低距離 相當於圖形不動 然後 x走的話 往下移動低距離 移到這裡 走回來 這B分之一 差掉 然後 這個圖形不動 這個圖形不動 本來在 x軸方向上面 但是 往下移動低距離 就得到這子 然後再來 在x方向平移 x方向的話 它是往左移動西文字B 往左移動西文字B的話 相當於圖形不動 坐標左往右移動西文字B 也就是說往左移動西文字B 右移動西文字C 左移動西文字B 相當於圖形 往左移動西文字B 這樣這個圖就畫出來了 它的周期 周期B等於什麼 周期的話 這本來是2π除以B 2π除以B 所以周期的話是2π 乘以B分之一倍 因為x方向伸縮B分之倍 乘以B分之一 就是除以這個B 然後它的政府 政府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A 政府這個 這個證選函數本來政府是1 你這個方向的話 這個升縮了A倍 升縮A倍以後 所以政府變成A 或者你可以把A 乘過來 看原來這個 這個就是政府 政府A 這個極大值 極大值的話 就等於這個政府 這也是A 加多少呢 再往上移動 移動這個D距離 這個極大值 極大值 它本來是A 這個走在這裡,這裡是A 這個走往下移動低距離 所以極大指,A加上多少 D加上A 在這裡是A 這就等於A加D 因為正乎,正乎是A 這個就是位移,往上移動位移 這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那個 寫錯了 負A加位移,往上移動低距離 負A加上D 這個技巧在這裡 就等於多少 這個是A D減掉A 就是等於幾小時 這樣就做出來了 我們先來看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是說 實際的一個例子 實際的例子 是說 Y 等於這個是 3 sin 5x 加上 4分之π 加1 你的週期 就是2π 除以這個5 除以V 那這裡就得到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 這個週期p 就是2π 除以V V如果是正的話 如果是負的話 你就加一個絕對值 負的話 公式也對 政府是A 如果是戶的話怎麼辦? 再加絕對值 就是A 證能說是這樣子 萬一戶戶的話 再加絕對值 極大值的話 就等於政府 政府加上位移 加上上下位移 上下位移 就是這個D 加D 極小子的話 就是負的 政府 再加D 以這個當例子 週幾是二拍除以五 那政府多少 政府就是三 那極大值呢 就三 加上了這個D 整個圖形往上移動 一個單位 極小子的話 就等於那個負的 這個韓努力 最低點是 從平衡點到最低點的話 是負3 那往上移動的一個距離 加1 所以是4 這是負2